欢迎个视角看世界,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在农村盖房子 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很忌讳 邻居的房子高过自己的房子 修房子的话是在老百姓心中一件大事 无论是买房还是盖房子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农村盖房子的讲究也有很多 其中房子的高度就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一点 房子盖的高度会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 在我老家那边经常就会有人因为房子高度的问题 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 有些甚至是因为盖房子的问题 把原本非常好的邻里搞得是老死不相往来 盖房子这件大事在农村不仅仅是体现在 日子要选好方位什么的都有讲究以外 房子的高度呢更是受到很大的关注 可以说房子的高度呢几乎成为邻里关系的杀手 这里呢我就分析了一下原因总结了下面几点 首先呢就是说影响邻里的采光问题 这一点相信不少在农村有房子的朋友应该是深有体会 以前的老家的话房子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 而且呢都是比较矮的 一般的话也就一两层左右 由于老房子时间长了 跟不上现在住房的结构和审美观 所以很多人呢会把老房子推掉 在原来的基础上呢重新修建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人修房子和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 现在人的话修房子基本上都是有一些钱 他们呢也不会考虑房子的实际情况 一修房子的话就是三四层四五层 如果说四周邻里的房子呢都盖的比较高 那么没有翻修的老房子就是比较吃亏的 这样一来这个房子的采光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尤其呢是当正前面的邻居盖房起来之后呢 在白天里面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家里的光线呢变暗了不少 这呢也是很多家庭不愿意 邻居的房子修的高度过高的原因之一 其次呢就是说影响房子的排水问题 这一点的话本人还是有发源权的 我有一个亲戚呢老家的房子盖的时间呢 就是比较久了 那时候房子的地基拉还不是很高 后来发现邻居盖新房子地基拉都是打得牢高 有的甚至是高出地面半米 这样一来的话我亲戚家它就成为四周最低洼的地方 平时家中比较受草野就罢了 最惨的就是说夏天下暴雨的时候 四周的水都往屋里灌 每次一下大雨的话是搞得一家人不得安宁的 除了影响生活之外 邻居的房子过高 在农村呢会有一种风水的说法 就是说风水上面有一句说法叫做 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斧多一寸 如果说房子的右边白斧边比自己家高 很多人呢就会不高兴 认为了自己家的财运被别人压制下去之类的 还有呢就是说会影响到面子的问题 邻居家的房子比自己家的高 自然呢就会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 这呢也是一种攀比和虚荣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呢盖房子是一件大事 大家都要和和气气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相互理解才能够生活的更美好 关于这个话题呢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传统文化知识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会选择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作为下一期的视频内容